对于很多钢笔书写初学者而言 线条的练习是最基础 也是最关键的 很多同学没有去练习线条 就直接去开始画书写 画出来的画面有那种脑干缺失的美 那今天我把书写里所有的线条和练习的方法都教给你 如果再画不好就不怪我了 很多同学刚去画到一幅钢笔画的时候 看到那么多线条 人都给蒙圈了 其实刚笔书写里的线条 我们可以简单把它归成两个类别 一个是直线 二一个就是曲线 然后直线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短的直线 长的直线 以及复合的直线 那很多同学在画到一些短的直线的时候 很容易搞定 短直线有什么难打 并且每个方向它能够画 为什么我短直线能够画到这么好呢 就用平时写字 特别是写这种数字 或者写这种一些符号 经常去练习到的 所以我们短直线都能够画的特别好 但是一旦画到长直线 就很容易把这个长直线给它画歪 你看你的东西是这样画的 手稍微一抖 它就是这样的了 这个线明明我要把它画直的 我的手好像吃空了一样 不听死话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你只需要用到你为首的左手 抓住你的右手 固定你的手腕 靠你的手臂 带动你的手去画 这个时候你画的直线 它就会好很多 你们不信可以试一试 但是不要使劲去捏 这样手会不通学 你如果熟练了 你可以不用抓 你固定好你的手腕就可以了 画的时候 更熟练了 你看它就很直了 那么我们短线来 一般是用在细节的描绘上面 长线用在画大的轮廓上面 长直线按照我这个方法练习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 复合线的一个运用 我们把这一些长直线 短直线 我们去组合起来 并且控制好线与线之间的间距 这个是重点 画的时候是循序渐进的 去控制好它的间距的 也可以完全保持一致 这样去表现 如果这个间距 它是慢慢的变宽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什么 颜色会由深变浅 如果说我的间距都保持一致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一个里面的 所有的颜色是一样的 有的同学 他不听使唤 他画的这个线就打架了 这样的复合线是失败的 甚至还有同学更加离谱 他把它粘起来了 这里不是画的曲线吗 那么曲线我们到底如何去画呢 其实曲线跟直线一样的 也分为长曲线 短曲线以及符合曲线 短的曲线其实跟直线一样的 你看你们这个难道不会吗 傻子也会 我不是傻子 你看你看都会画 其实长的曲线和短的曲线都好去画 我发现你们没有学过画画的同学 也能够会画 有的同学 他这样随便扭 也可以画好一条曲线呢 对不对 我眯着眼睛画 我现在是眯着眼睛的 你看 这个是曲线吗 它也是曲线啊 但是蓝点它不在单一的曲线上面 蓝点是控制好曲线的方向 以及我们画一组曲线的时候 这个是蓝点 什么是控制好方向 这一条曲线它是有方向 有目的的去绕 你说你照着我这一条来 你绝对画不了跟我一样的 还有呢是一组曲线 这个时候你是要控制好这个线与线之间的间距的 我会由密慢慢的变西数 这个时候有的同学控制不好 他会出现什么情况 这就是之前你们跟着在我的评论区去画水波纹 你们出现的问题之一了 你看我的水波纹 怎么要波光淋淋 你的水波纹稀里糊涂的 那么我们在练习复合曲线的时候 一定不能超之过急画得太快 比如说我在画到一根电线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要保证我的线条不能够与之重合 我画得快 就要重合了 我画慢一点点 我保证我的间距 你可以断开 可以接一接这个线 这样去练习 那些同学始终不断开 就会很别扭 一会很宽 一会很窄 你以为你学地理画了个等高线呢 大家在练线的时候 无论是哪种线 只要能组合成复合线组 保证里面的线不交叉在一起就可以了 那么学到这个时候呢 那很多同学也会说 老师啊这个钢笔书也怎么这么麻烦 这么累啊 我还有这么多东西都要学 你不是说很潇洒的吗 我告诉你们的确是很潇洒 大家请看这一幅画 潇洒不 特别的潇洒 整个人都跳起来了 你们可以看到 我的这些小瓦片 是不是会用到了一些小的曲线呢 我们可以看到植物 它也会有一些小曲线 当我们真正能够把钢笔书写学好之后 这一种画面分分钟的事情 你们也能够画出来 但是我们很多同学处在一个刚刚入门 钢笔画不久的阶段 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 一笔一画的把这一些基础的这个纸 这些东西练习好 基础不牢 地动上摇 我们才能够更加有把握的去把这张画给画出来 你会画得更加潇洒 刚刚呢 我们前面吃了一些小点心 接下来呢 我们上煮菜 恒人同学看到这幅素材 头就开始痛了 不敢去下笔呀 还没有开始打 我们自己就先料了 怎么可以呢 其实这幅画很简单 它无非就是我们把我们前面讲的这一些 长线啊 短线啊 复合线啊 这些稀里糊涂的线条 组合在一起丢上去 丢对位置就可以了 植物的地方呢 可以用一个小圆圈 把这个植物圈起来 这个就是一些短的曲线嘛 我在定位置的时候 其实也是可以用到一些 我们的画曲线的一些方法的 石头 你看这个时候 我用到一些短的直线 和长的直线的一个组合 水里面的这种荷叶 这个时候用到一些弧线啊 注意这些荷叶的前面的大一些 后面的小一些 随便说老师 你这个铅笔稿乱七八糟的 你这个植物不像植物啊 像那个虫在上面爬一样的呀 我告诉你们 现在这个阶段 只是我们定位置的一个阶段 它不是最终的一个效果啊 铅笔稿 它就是一个草稿 草稿通过的意思吗 你画错了 你可以用到铅笔 不是 你可以用到橡皮去擦掉的 这个就是草稿 但如果说 你用钢笔这样去扭的话 画都不知道毁了好多张了 位置定好之后 用到我们的曲线和直线 找到对应的位置去对号入座去画 注意我画的时候 没有去画里边的一些明暗 我是先把整个石头的轮廓 以及它的两个面 一个受光 一个背光 这个面区分开 我再去画它的明暗 我们是需要用到 复合的直线去画的 有同学在画这个石头的时候呢 觉得画的不像啊 其实不重要啊 我们只要画的位置 不错 有一些小的起伏啊 你画大了一点 画小了一点都是没关系的 到这个角落这个地方啊 会有一些小草帽出来 这个时候呢 我用一些小弧线 小弧线会画吗 你看这样一笔弧线 注意有方向感 它不是都是这样去写这个低一样的 这就很呆吧 你看我的这个小包园 不同的方向我们去画 这样我们画的植物 它才生动 它才真实 要不然画的像假的一样 你看远处的这些植物的话 实际上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啊 也是这种方法 只是说我会把远处的这些植物 画的小一些 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则 用到一些小弧线 来画后边的长条形的植物 在画这些叶片的时候呢 注意啊 小的弧线和大的弧线 相互交替的去画 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 这种杂潮呢 增长的这种高低起伏 它也是不一样的 有高的有低的 你不可能完全是很齐平的 你看看我刚刚画的这里很乱 就是我在这个乱的基础上 把这个植物的轮廓 给它收回来了 没有 现在感觉是没有那么乱了 线条是很清楚的 用这个曲线 把这个植物的轮廓起伏 我给它画清楚 这个位置形状 画的时候可以慢一点点啊 注意控制好这个线的间距 底边的这一些线条 我们可以用这个直线给它画出来 厚度的地方呢 可以用一些小圆圈 好这里需要用到一些长的直线啊 去把这个倾斜线给它画出来 尽量画直一些 用到小短线 我们去画到这个石头的暗面 这里要用复合的直线去控制好石头的间距 水的话 我们找到这个线与线的密集程度后边会很密 用这个水波纹来凸显出前边的这一些叶片啊 这些荷叶 这个时候我是主观的把这个地方要打破一下 行了 我可以不宽这么死 我把这个地方往上面去延续一下 往上边去形成一个自然的一个宽 密集的地方 我的线条可以紧凑一些啊 控制好它的间距 甚至我可以把这个边缘给它破一破 画到这里呢 我们知道主菜我们算是已经吃完了哈 其实我们观察的比较细心的同学不难发现 这里的石头图片 给我们的感受是很细很密的 但是也正因为有构图 我们主观的把这个细节把它减少了 把主体建筑这一块呢 我把它加强了 这样画面的主次会更强烈 如果说你把这个石头这一块也去画面的话 整个画面就会糊在一起 非常的难看 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所以如何去留白 如何去构图 也是我们主菜上面的一些调味料 如果这些调味料你没调好 你这个主菜做的再好看 它也只是个假法式 作为新手小白 你们想要一下子画出这样的画面 是有难度的 我在这里建议呢 你们可以从一些比较简单单个的元素开始去练习 比如说呢 一块石头怎么画 一个树怎么画 一片叶子 一片这个水波纹怎么画 它们是如何由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具体的线条构成的 学完这一些元素之后呢 去拼凑 去组合 我们还需要用到构图的知识 到里面去 我们的画面才会更加的好看 如果大家想要系统的学习呢 想要画出更加完整的画面 更加好看的画面呢 可以跟着老师来系统学习 这一些我所呈现的画面中的每一个知识点 都在我的VIP课程里面 那我也非常热烈的欢迎大家能够加入到我的VIP课程里面 跟着我一起来学习 在我的主页上面可以联系到我 本期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再见 同学们